等下的兩科是馬克這樣 馬克說他只要接受他就覺得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熱愛技術的工程師 現在在推薦系工作 有預行系的就是做預行分析的 等下馬克也可以接受到這樣 這個這樣 現在這個 或是這個兩科 修他一下 大家好 在講之前 大家可能在第一天的時候 已經有聽過非常強者講的Airboard的介紹 然後我今天講的話主要是 WALK在Airboard的地面 重點是會放在執行爬蟲單元的測試站 就是會使用Airboard然後來去直接爬蟲的單元測試 然後來去打造一個網站改版的自動偵測的服務 然後首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叫馬克張 然後我目前的話我是在一家 網路移行分析的公司 上班的資料部長 然後我平常所負責的這個任務 就是要維護公司的這個爬蟲系統 以及開發新的爬蟲 然後介紹一下我今天的演講的大概 首先呢我會說明就是 我們公司的爬蟲系統 就是什麼目前所運到的問題 然後再來我會介紹說 為什麼我會需要爬蟲單元測試 以及單元測試是如何解決爬蟲系統的問題 然後會介紹 我的爬蟲單元測試的一些設計的領域 然後接下來會說明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 爬蟲管理系統的領域 然後最後是我的成果的分享 好的然後首先就來先介紹 你們公司的爬蟲系統的問題 就在介紹爬蟲系統的問題之前 我想先警戒一下 我們公司的爬蟲系統的這個現況 我們公司的爬蟲系統的這個現況 就是它可以就是已經有收集了 大概爬蟲的千個台灣以及香港的新聞論壇 以及設行的這個網站 然後每天就是爬蟲的這個文章的這個資料量 因為可以達到三千萬元 因此呢就是如果要確保 就是這近千個爬蟲 就是它爬取的這個資料收集的行為 然後資料品質 然後都是正確的文章 那這個就是我們平常就是爬蟲工程師 然後想要做的事情 因此呢就是身為一個 旅行資料的公司 資料的完整性呢 是非常的重要 因此呢如果說 我們這個資料有漏呢 那我們的下場就會像這樣圖一樣 對 就是客戶他們就會一直出來說 欸爬蟲修好了嗎 那個雅戶怎麼沒有資料 地方沒有門囉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催著我們爬蟲工程師 就是要趕快把爬蟲給修好這樣子 因此呢這個就是這張圖呢 就是顯示了我們爬蟲工程師 每天所面對到的問題 也就是這個肉絲藥的問題 然後我們肉絲藥的這個問題呢 又可以分成兩種 第一種呢就是所謂的爬蟲被擋 就是爬蟲爬的太過於密集 然後就被那個網站被擋 然後通常呢就是可以解決的方法 就是可以使用這個 這個荷史IP的圖 以及去調整就是爬蟲的這個 它爬的這個速度這樣子 然後就是通常就是 通常就是被擋的網站呢 不多其實也就那幾個而已 因此呢就是我們 對於就是比較棘手的這個肉絲藥的問題 反正我今天要講的這個 網站不定期改版的問題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事先得知 它的那個我們要爬蟲的網站呢 它到底什麼時候會改版的 因為只要網站一改版 那我們之前針對這個網站 然後所寫的這些爬蟲的這個波及 然後呢都不能用 就等於說爬蟲就壞掉了 就不能爬這個網站的資料下來 所以就是在我們還沒有導入這個 爬蟲帶雲測試方法之前呢 就我們常常會有那種已經 反應爬蟲就是壞掉的痕跡 就是長達半年以上 然後都沒有發現的這個狀況 因此呢我們就必須要想出一些 解決的方法 然後可以把這些 漏資料的這個問題 然後呢其實可以更精確的抓住 然後首先呢 這是我們一開始的 所嘗試的這個解決方法 就是去監控資料庫的這個技術 這個方法呢是最簡單 而且容易實作的這個方法 因為只要爬蟲壞掉 那它的這個資料 就不會進到資料庫裡面 但是呢這個方法呢就是 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在某一個時間點 就是沒有辦法確認說 這個爬蟲是真的壞掉嗎 還是說它只是還沒有啟動 資料還沒有進來 因為我們每次爬蟲的 每個排程的這個啟動的這個時間 都不太一樣 有沒有辦法說可能今天這個爬蟲 然後它的資料沒有進來 就代表說這個爬蟲壞了 也許它只是它的排程還沒有啟動 因此呢這個方法呢就是它 夠的準確 它不需要等到一段很長的時間以後 就是爬蟲的資料都沒有進來 然後才可以確認說 這支爬蟲是真的壞掉 再來就是監控資料庫的計量的這個方法 它還有一個確認就是說 它非常相應於監控的那個 產品的這個資料庫 因為如果說我們的這個服務呢 可能改編它換一個DV 那我們之前寫的那些監控爬蟲 進入量的那個SQL的規定 那全部都要 就也要跟著去改 因此呢我們後來呢就 又用了又導入了另外一種新的方法 就是我們使用ELK 來去集中收集我們爬蟲系統的 的這個訊息 並且呢就是在ELK上面拉了幾張 依據就是 就是AERO數量的這個 思學化的這個Dashboard圖表 其實用來可以看到最多 爬蟲 那個錯誤的這個狀況 的這個狀況 然後這個基於 AERO數量的這個圖表 的確是可以看到 更詳細的這個爬蟲的錯誤 但是呢這個方法呢 它還是有一些 尾中不足的支出 就是ELK的話 它是它會有一些過多的這個 加起來 因為我們目前這個方法呢 ELK會把 所有的這個爬蟲的這個 AERO log的這個訊息 然後呢都全部的統計進來 所以說不光是那個 那個爬蟲改版的這個錯誤 可能是管罩人的文章刪除 然後爬蟲它爬不到 然後也會發一些AERO的這個錯誤 然後要不然就是爬蟲被檔 或是一些網路的問題 就是雜細雜發的很多的這個 AERO的這樣子 就會導致說 今天看到圖表 一隻爬蟲是它的這個 AERO的這個看很多 但是其實都不是 爬蟲它本身的那個 CSS螺蟲的改版的這個錯誤 可能都是其他的 像是一些網路的這個錯誤這樣子 再來就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 這個爆能量較少的這個爬蟲 很容易被避免 這是因為就是我們所爬取的這個網站 就是他們之間的 每日的這個發文量的這個差異 也是相當的大 就主義來說 一個很現在非常紅的這個色情網站 依靠為例子 就是它一天的這個發文量 我們的爬蟲 每天可以爬到差不多 六萬筆七萬筆的漲價值 然後就是因為爬的這個四處越多 然後它的這個 相對於是它的這個AERO LOG的這個累積 然後就也是比較多 但是呢我們也有一些 非常冷明的爬蟲 就是一些非常冷明的新聞的網站 有可能它一天可以發個五篇文 然後就已經很不錯 因此就是它被爬取到的這個次數 它執行的次數 然後它累積的這個AERO LOG 是相對於這些熱門的這些網站爬蟲 是非常爽的 因此就是這些放能量較少的這個爬蟲 這個AERO LOG 因為太爽了 所以說很容易就會被避免 因此呢我們希望一個可以就是更精確去檢查 各個網站爬蟲環節的這個方法 所以呢我們後來呢 就使用了這個爬蟲的這個單元測試 就是根據每個網站的各個的爬蟲環節 然後都寫對應的測試 然後呢就來去做 來去做這個網站改版的這個東西 然後以下我就來介紹 我們的這個爬蟲單元測試的介紹 然後首先來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的這個爬蟲系統的架構 我們的爬蟲呢 使用Python的這個 爬蟲框架Skype做開發 並且呢就是我們的層次架構分成兩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是這個 這個通用的這個通用的這個爬蟲 就是網站爬蟲本身的 共同的這些爬蟲的這個形容 也就是Skype的一些 控架的一些共同的爬蟲形容 然後都是在這個部分 然後在第二個部分呢就是 各個別的網站它自己的一些爬蟲的 這個邏輯 這邊的話呢就是 我們在各別的爬蟲形容 我們做法是一個爬蟲的這個類別 然後為代表 就是指寶就是針對這個網站 它本身的一些屬於它的一些 CSSSelect的爬蟲裏面 然後放在裡面 然後這樣子的這個模組化的這個做法 就是我們 你要新增一支新的網站的爬蟲的話 它就只是要新增 它對應的這個爬蟲的這個類別 然後就可以了 然後也是因為 我們這個爬蟲類別的這個 模組化的這個設計 也可以就是相當方便的 就是根據每一個不同的這個爬蟲的這個 這個類別然後去 添加相對應的這個單位測試 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 爬蟲 類別的這個SimpleCode 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爬蟲的這個 就是一個 針對天下雜誌的這個 網站的這個爬蟲 這樣子 對然後它裡面的話 它的這個 類別的這個屬 屬性的 可以看到說就是 它都有把一些 版面文章的一些 CSS的這個 屬性啊 它的CSS選擇的這個樣式 然後都放在單一一個 這個類別裡面 然後接下來我來介紹 我們的這個單元測試設計的這個介紹 然後首先我要講一下就是我們的 網站爬蟲的這個共同的這個步驟 然後因為就是我們 我們主要爬的這個網站 然後都是新聞啊 然後還有論壇 以及社群 但雖然說我們爬的這個網站這麼多 但是他們的這個爬蟲的這個行為呢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就是唯一的差別呢 就只是每個 網站的這個版面不同 這邊呢是我舉一個 天下雜事的這個 新聞網站的 規例子 其實通常就是在爬一個 網站的時候呢 我們都有一個 那個取得文章分類 目錄的這個 入口點 然後呢去做為就是 我們爬蟲就是一開始 進入要爬的分類的這個 這個地方 就像是 有天要早上來說的話 它上面的這個 menu的話 它藉由很多的不同分類的 像是 財經啊 國際啊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我們就在取得這個分類目錄 然後呢就可以進到下一層 也就是這個文章分類的頁面本身 然後呢就是去取得就是 該分類的所有的這個 這個分類的文章的 列表 然後通常就是文章的 分類頁面下面呢 然後它都會有一個 可以讓爬蟲翻下一頁的地方 然後這樣的話 爬蟲它就可以就是 再翻到下一頁 然後去取得更多的 這個文章的分類的 列表 然後 取得了文章分類列表以後呢 然後呢就可以 到了最後一層 也就是文章的這個 頁面本身 然後到了文章的頁面本身呢 然後就可以取得 這篇文章的 是它的內容的 欄位 比方說就可以取得 它的 Punkton的這個欄位 然後還有Title的 這個欄位 然後呢因此呢就是 以上所介紹的就是這個 我們爬蟲的 共同爬蟲的 環形 就是每一支的 爬蟲的爬蟲環形都沒有 就差別的話 就只是 每個網站的版面的 的這個 不同而已 然後因此呢就是 我們都知道的就是 網站的話它都有共同的 這個爬蟲環形 然後我們就可以就是把 每個共同的這個爬蟲環形 然後呢針對 各個的這個爬蟲的 網站類型 然後呢是寫成對應的 單元測試 然後就像 這樣圖一樣 就是 每一個單元測試的這個 類別人 然後都是針對於 一支網站爬蟲的這個 類別人 而且就是 每一個單元測試的這個 類別人 都是獨立的 都可以根據說 你今天要新增 一支新的網站爬蟲類別人 然後呢是來去增加對應的 單元測試 然後再來介紹的話就是 螃蟲單元測試它有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跟 一般的單元測試的定義 比起來 還說明 就是單元測試它是指說 針對城市中的 一小段的模組模型 然後來去做測試 並且呢單元測試 它非常強調於 隔離型 就是說單元測試呢 它會隔離正式環境的避難 比方說 你要測的這個模型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 DEP的查詢 或是API的功效 那麼單元測試 通常都會把這些 外部的這些相應性 然後呢是用一些方法 然後給隔離出來 並且專注於 這個城市模型的設計 但是呢我們的這個 查詢測試呢 它有一點 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 它是需要 相應於 網路的依賴 就是因為 我們查詢的這個 類別裡面的 這個 版面CSSLight的這個 模型 它是需要於 這個網路的補角 它才可以驗證說 現在的這個 網站的版面 是否有沒有已經 改版 所以呢就是針對這個 這個問題 然後呢就是 唯有就是去 查找的一些 文件 就是說如果說 有了相應性的話 那這個 還能叫做 這個單元測試 然後這邊呢 是我 查找了這個 敏捷頑起大師 Martin Broad的 的一篇文章 然後他這篇文章 他就也是說 就是有兩派 那個人馬 那一派人是認為說 單元測試是需要 完全的 這個 徵循 隔離性 否則就不能叫做 單元測試 而另外一派人呢 則是說 就覺得說 單元測試 可以就是有 稍微一些 外部的依賴 然後最後就是 大師根據這兩派 的這個說法 是他的文章 然後是表示說 他最後就是選擇 兩派的說法 就表示說都 準準價值 然後即使是這樣子 就是我在實作單元測試 的時候 我還是 尽可能的去 遵循 就是單元測試的 這個 過激性 因此我這裡 我使用有一個 可以 Monk HTTP 5塊10的工具 叫做 BetaNex 這個BetaNex 它可以就是 快取出第一次的 網路呼叫的 請求 因此 我的桃輪單元測試 就是在 只需要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網路的評價 到了第二次第三次以後 然後他就可以從 快取這邊 取得版面的資料 而就不需要 一些網路的評價 因此 我使用的這個工具 也算是對單元測試隔離性的 一種 一種 那個 折衷 然後這個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 從單元測試的 這個 這個 換例 就可以看到裡面說 就是 有各個的這個 這個 Case 這個Case 都是對應到 各個的這個 這個網站的這個 這個 這個環境 然後就是 裡面的話 其實也有 傳入 我們 做了 這個 這個 做了 一個 的 這個 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